據警方調查 中南原本是詐欺集團的車手頭 因為工作表現良好 於是就自立門戶成立詐欺水房 因而結識現在的女友 兩人一拍即合 於是就與女友同居共組詐欺集團 從此事業真正日上的版圖不斷擴大 旗下除了水房幹部之外 另有庶民專門收購人頭帳戶的 受付手跟車手集團 中南他心知詐欺集團最為目前的查記重點 他為了規避警方查記 不敢住在中區戶籍地 而另外於西團區跟太平區層住兩間房子來嘗寧 而且經常更換居住地點 意圖讓警方難以掌握常生處 非常的謹慎小見 但發往會會數的骨肉 經警方長期跟店收證之後 都掌握了他們集團的不法斥熱跟成人的行動 應收證完備之後 警方並奮勾勾入辭 裁判地方法約合法的搜索票 期望莊南跟其他成員的住處指定搜索 總共查過21名詐欺集團成員 並查扣犯罪用的請用電話25隻 以及請電腦兩部 存折18本及體關卡18張等上真我 全換區第一 請把詐欺罪移送台中電解署偵辦 讓警察官認為他們犯罪失聲明確 也請把詐欺罪及組織犯罪行動 在行動